新北市的兩方幫派人馬的一個槍擊案件 這個月19號20號發生在台北市 新北市的兩方幫派人馬的一個槍擊案件 那針對檔布的一個51槍的槍擊案件 開槍以後少年去投案 但是經過中央以及地方 新北市還有刑事局的一個組成專案小組的一個追查 立即查出幕後的祖賢是由林姓的祖賢所交收的 而且當天就逃出去到境外到馬來西亞 想要先潛逃 那不過專案小組一級的一個追查 發現這個線索以後立即啟動國際合作 由馬來西亞的警察聯絡官協調當地司法單位 在機場就把這林姓的嫌犯給家裡逮捕 那逮捕以後透過我們跟馬來西亞的一個關係 經過相關的程序以後 今天馬方交給我方來遣送回來 來歸案 那我想這個案件我們特別強調 無論你是什麼層級 無論你是逃到天涯海角 警方絕對會把你繩之以往 另外在國內這些涉案的包括幕後教授的 以及包括這些執行的共犯提供槍線等等 警方已經有查記到26人 其中有12人也多羈押收容 那相關的這些犯案的這些嫌犯 警方還積極在查記中 那我想我在這裡還再次強調 無論是你跑到哪裡 警方都會一個一個把你揪出來 絕不手軟 另外這個集團主隊幫紅人會 還繼續在外面的一個座監犯科 警方也都鎖定 包括你這一次的一個這個分位 另外其他的分位 各警察機關也都全力來偵辦 在查記 我在這裡特別再強調 警方絕對有能力 針對紅人會 針對明文會 絕對會繼續掃蕩 節目會鎖軟 新中天新聞網APP上線囉 24小時不間斷提供多元新聞資訊 YouTube中天影音全搬過來 新聞即時推播不漏接 影音隨你訂閱 上架即時通知 個人化收藏 一鍵註冊好簡單 網幣任務拿好康 字體大小等你選 AI語音說新聞給你聽 請立個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多一個下載就多一份力量 你會讓他動畫 你會讓我來聽 你會讓我來聽 你會讓他聽 你的音樂 因為它會讓你聽 你會讓他聽 你聽不懂的 你會讓我聽 你會讓他聽 你會讓他聽